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本田老刘 最近总是有粉丝咨询我一件事情啊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本田车开起来 有的时候也会有顿挫啊 这样的感觉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了 希望老刘出一期视频说一说啊 没问题啊 只要是老刘粉丝需要的 老刘一定给大家安排 所以说呢 只要你是开本田车的 或者你喜欢本田啊 喜欢 跟大家一起交流的 没问题啊 关注一下老刘 老刘给大家都会安排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说本田车开起来 有的时候会有顿挫 这个现象到底正不正常啊 什么时候有顿挫呢 是正常现象 什么时候有顿挫 是不正常现象啊 我们说这个之前呢 先把这个本田的所有变充箱分类一下 因为大家的变充箱不同啊 它的使用感受也是不同的啊 我们大致分为三类啊 AT CVT ECVT这三款啊 但是我们只说AT跟CVT啊 ECVT我们今天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ECVT呢 开起来真的是太爽了啊 太爽了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我们不说ECVT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说说AT变充箱 AT变充箱呢 我们就以5AT为例啊 那么这款5AT的变充箱的优点呢 是非常的明确 也很明显啊 就是耐用 耐用 稳定 稳定 其他没有什么优点了 然后缺点呢 就是油耗高 形式品质比较差一点啊 相对于CVT差一点啊 那么我们来说这款变充箱会不会出现顿挫或者冲击呢 其实会的啊 在什么情况下会呢 特别是在低速挡一挡升二挡 二挡升三挡的时候呢 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啊 在低速换挡的时候呢 由于动力的一个切换啊 包括一个换挡期间 它的油压一个控制啊 出现轻微的冲击是正常现象 所以说大家不要惊慌啊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顿挫的感觉呢 就是我们在滑行等红六灯的时候啊 从六十码然后逐渐的减速啊 当减速到二十码的左右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车子啊 往前面一顿一下啊 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像脱拽感结束了啊 释放了啊 这个时候正不正常呢 其实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是正常的呢 因为这个区域呢 是锁止离合器工作的一个区域啊 下面我来跟大家说说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而且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 它的案例还是很多啊 我们在4S店修了也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也要注意啊 注意事项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车辆平稳加速的时候啊 基本上在三十公里每小时到六十公里每小时这个区间啊 平稳加速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车子有轻微的震动也好 抖动也好 顿挫也好啊 这个时候这个区间呢 都是属于这个锁止离合器工作范围啊 这个范围 为什么它工作以后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抖动 顿挫 冲击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款变送箱会在三十到六十这个区间 连续的震动 抖动 冲击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老刘今天跟大家说说 第一呢 就是我们这个油用的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呢 老刘之前也说过啊 不是好的油就是最合适的 只有最合适的油才是最好的啊 在这里面呢 你必须要用原厂的油 哪怕你用再好的油没用啊 装上去啊 你换上去以后呢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用原厂油呢 它不但便宜 但它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 第一就是油用的不对 第二呢 就是你油没有定期的去更换啊 按道理来说呢 两年四万公里左右换一次这个边容箱油 重力换油就可以了啊 很便宜 具体呢 更换周期呢 也要按照你的一个使用情况啊 在你的保养手册上面都有都有的啊 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边容箱的问题 边容箱的问题呢 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业力避救器的问题 一种是电磁阀的问题 这个情况呢 就要需要师傅用电脑去做数据分析啊 才能判断出来是哪个出现问题啊 大家明白了没有啊 总结一下啊 5AT 边容箱啊 在低速低档位的时候 特别是大排量的时候 有轻微的顿挫冲击啊 是正常现象 第二个呢 就是在滑行减速的过程中啊 有拖载感 在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 结束了啊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 那么不正常的只有一个啊 就是在30到60公里每小时这个区间 连续的震动 连续的抖动 连续的顿挫啊 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啊 然后可能原因就是油不好 或者油没有定期更换 还有就是变究器跟电磁阀的问题啊 这个具体要去找师傅判断啊 好 我们这个5AT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一期呢 给大家说CVT变速箱 喜欢的关注一下